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颜任吉颜神父 很高兴有机会跟你分享 天主教圣经 圣经里面的内容跟含义 今天在我们天主教里面来讲 叫常年期的第五主日 乙年 甲乙饼的乙年 常年期第五主日的星期二 那今天的读经义很特别 是叫做创世纪 从第一章开始 讲天地万物的创造 最初的时候有昼夜的分法 有天空 穷昌 有大地 有海洋的分法 后来有植物 有动物 有各种的生物 然后有天空中飞的 有地上爬行的 有水里面游的 整个的大地的创造 那实际上从昨天的圣经 就开始讲创世纪 创造天地 我觉得这个创造天地 是讲人的根源 天主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我们的天主教的信仰 基督徒的信仰里面 第一条 讲天地的创造 绝非偶然的是来自天主的创造 他一口气就创造了所有的一切 那昨天的读经一也讲天主的创造 今天的读经二连续好几个 好几天都讲创世纪 讲天地的创造 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从母亲把我们生下来 是一个创造 到我们死的时候 或者在灵洗的时候 我们讲有第二个创造 创造什么 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最后创世纪的第一本书叫创世纪 圣经的第一本书叫创世纪 最后第一本书叫末世纪 在末世纪里面特别讲什么 讲人的新天新地未来 所以有个头 有个尾 有个根源 有个未来所有的期望 那今天的创世纪实际上重点 刚才不是说创造万物 今天的创世纪已经碰到一个最重要的 在第六天的时候 天主创造了人 人是神的肖像 这是天主教讲的 人是按照神的样子造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很多的神学家说 你看到人 你看到神 你看到人 看到耶稣基督 看到耶稣基督 看到天主父 这是我们的信仰 那今年很特别 今年是2009年的1月份 我在录影的时候 2008年的12月10号 叫做人权宣言 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的60周年 我不晓得观众朋友知不知道 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人权宣言里面的 联合国的人权宣言 接着以后就有几个关于儿童的 关于家庭的 有国际上的很多的宣言 人权宣言60周年 里面讲的一句话 我想所有的观众朋友都晓得 人人生而平等 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皮肤 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 不管你的年龄 不管你的教育的程度 不管你的国籍 我们人人 或者你说在法律面前平等 生而自由 生而平等 平等意思是说 我有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 我有同样的 为寻找我自己生命的幸福 创造我自己生命的所有的机会 所以看到这一段圣经 人是神的肖像 让我特别想到 人权宣言60周年 包括我们国家的总统 当天都有特别的纪念 希望我们都记得 人与人之间 要学习彼此尊重 决定不会所谓的贩卖人口 看不起那些弱势的团体 或者女工做得比男工的钱低 男性两性平权的方法 现在法律上都定了 所以祝福大家 让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 透过圣经的启示 更学习了解人权 彼此尊重跟包容 好 祝大家平安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